大家好 今天2019年的4月8號 今天我們跟它介紹的後面身後這個是新北焦 新北焦它的特點就是比較矮 我現在跟我比一下身高就知道 我現在站在這邊了 你看我大概手摸的位置 就可以抓到香蕉了 後面這個香蕉已經成熟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就是要幫它套袋 其實我一直想要拍這個影片 拍給大家看 結果呢 前一兩年 這個香蕉呢 長出來呢 就有的就是 可能就是斷掉 很慘 就是 就是你現在各位看到這一株 看到這邊這一株 然後呢 因為這個香蕉呢 帶重呢 好像被它折斷掉 現在呢我爸呢把它用這個 用一個竹子把它做支撐撐著 前兩年都斷掉過 結果斷掉就沒好吃 那現在呢 我們在套袋前呢 因為這個香蕉喔 下面截的這個不需要讓它長太多嘛 我不想讓它長太多 長太多 串的話會 養分不集中 最後也是小小的 我們先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再來套袋 不用留太多 不用留太多工下去 OK 剪掉 下面我們不要 接下來呢 我們要套袋 可是我爸已經把它 好慘喔 它做支撐 結果呢那有的香蕉呢 被擠壓到 已經變形了 結果現在我連想套袋都覺得很麻煩 都不知道該怎麼套 因為我這樣套呢 有一點點卡卡的 這要怎麼套呢 我都覺得被卡住了 我覺得被這個支架卡住了 好頭痛喔 連我都覺得好頭痛 要拿走嗎 我把它移開一點點 看看可不可以套得進去 雖然說我手抓得到 但是呢 要套上去有點困難 我去拿一個椅子來 好我已經準備好梯子 準備 踩上去 接下來呢 我們將這個套袋呢 這個是我網路上買回來的一個套袋 專門套香蕉用的 那這個香蕉呢 為什麼要這樣套呢 如果你不套的話 一旦成熟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被鳥啦 或者是一些 動物啦 另外一邊又被卡住了 會被鳥或其他動物這樣咬 所以呢 你最好是套袋套起來 又可以防蟲咬 防止鳥獸去咬它 所以呢 我們最好 就是把它套袋套好來 哇這個位置被卡住 這邊也有一隻 真是頭痛 我爸做這個支架 也不把它削乾淨一點 結果這個支架卡到香蕉 就香蕉 好吧 三步轉路轉 我們這樣子好了 就就就就就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夾一下 還好我夾子帶很多 那各位你要準備一些強力夾 不鏽鋼的會比較好 使用不鏽鋼的強力夾夾住 好吧就這樣子吧 這樣子至少套住了 接下來下面呢 下面 有些人會套 有些人會把它套起來 有些人不會套 不過因為我這個是布織布 布織布做成的 所以呢 我們把它夾起來應該是沒什麼關係 不過剛剛我們剪掉那個 我們剛剛剪掉 剪掉下面那一串的時候呢 那個一直在滴 那個汁一直在滴 還好我帶很多夾子 好OK就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保證 蟲跑不進去 鳥獸也不會跑進去 那我們今天呢 影片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參考 你如果想種的話 這個叫做新北郊 網路上呢 你可以自己去買回來種 沒有關係 之後呢 如果成熟了 我們再請大家試吃看看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